这边的话有蓝色跟我们的红色 需要加工来一块 没看错 在药妆店柜台结账 加购商品是法国精品品牌笔记本 甚至还有购物袋 雨伞水壶以及行事力盘子等等 连锁药妆大手笔推出 名牌加甲购 连锁超市吉英花换购厨具 已经行之有年 最近更是首次联手 日本名牌小家店 厂公单身小家庭族群 小店锅烤盘应有尽有 气炸锅首批三千台已经完售 开放第二批预购 双面间烤盘 女女间好盘也销售过半 超市砸重金请酒令代言 又拉近日本小型家店 刺激消费 咖啡居压 气炸锅啦 气炸锅 意大利那个气炸锅四千多那个 应该说看家里那时候刚好需要什么 近期许多品牌将 极点换购商品等级拉高 或是锁定特殊族群的特性来寻求认同 无非是透过品牌嫁接 将原本换购商品的客户群 导入自身品牌来做消费 或是直接提高自身消费者的一个意愿 针对不同客群提升加购或换购商品等级 透过品牌强连手拉拢不同客群 创造更大商机 三连新闻林书贤 云城虎墨小镇台北采访报道 应该是稳赴的 希望有的 因此